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高 不读书了我不读书了 你们看过那个视频后讨论的太激烈了 但至少呢我们有个共同点 读书不一定在校园 而是在你周围的知识上得到知识 比如说网络 网络是个大知识库 你可以搜到你喜欢的你能用的 不读书不出去工作 在家里干农活有回报吗 回报吗肯定有的啦 不然谁不然 吃饭嘛谁吃得起饭呢 但是呢不仅仅是干农活 作为少年的我元气少年的我 当然有习惯得到的东西 我也是为了那些我想得到的 我才这么的努力 一方面呢是为家这个字 一方面呢是为我 我所憧憬的 大摩托嘛 有些视频不是说跟我想要春风四百机机吗 四万块欧 答案看了不现实 但是我们认为不 每位家少年憧憬的东西 有憧憬了才值得去努力吗 你得到了 那就是你的收获 可能不读书没关系啊 只要学就可以了 但是呢一定要有目标 你想得到什么 你为了什么 我们就是为了家 为了大摩托 现在为止是为了大摩托 看我努力吧 能不能得到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